那想問說為什麼眼袋做一定要吃飯 你是不是想要多賺錢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在看一個人的臉 我們看一個人的眼神 就是看眉毛的眼睛 上眼皮下眼袋的部分 就這個區域嘛對不對 那我們撇開雙眼皮跟眉毛的位置不談 我們這個地方的呈現就好像我說的 我們眼袋手術要處理的是A區對不對 那你看我的圖 我要處理的是A區 我有沒有一個凹線跨過這兩區呢 有嗎 有 你看喔 這個凹從淚溝的凹延伸到外面去了 因為V區因為鬆弛掉下來了 所以造成這個溝 這是韌帶拉的更明顯 所以一般來講如果純眼袋手術只有解決A區 這個容積不一定是充足的 為什麼 因為這裡有淚溝 淚溝我們怎麼填補呢 除了把韌帶結斷之後裡面要塞個脂肪 如果眼窩的脂肪夠多 眼袋夠大就可以把眼袋的脂肪往下塞 可是如果不夠多 就要拿一點從肚子或其他的區域 拿一點脂肪來填補這個凹陷 所以呢 我們如果越年輕的時候 凹陷越深的時候 我們會藉由填補LEGO跟蘋果肌 來達到中臉比較飽滿的一個效果 所以它也不一定是為了多賺你的錢 而是說我們習慣看一個人的臉 我們希望眼下的部分 比如是緊實的 那脂肪是飽滿的 你有一個飽滿的蘋果肌 那限量感受的比較好 那藉由填充脂肪 或填充 比如說玻尿酸也好 有關於超級最重要的 我們希望脂肪